好那么泡汤的季节悄悄的来了 花莲有两大温泉区 瑞瑟温泉以及安通温泉吸引了游客来泡汤 那么花莲县政府是推出了花莲的温泉专车 也将在11月21号上路 那么即日起开放预约报名 那么今年也是特别推出了两日游的行程 提供游客食速游购型最完整的旅游体验 坐在温泉池里面享受美好时光 泡汤季节已经悄悄来临 为了推广花莲冬季旅游以及温泉 花莲县政府观光处打造两大温泉区 成为夜间漫步好景点 以英雄美人为主轴 邀请游客体验瑞瑞钢铁英雄汤 以及安通水嫩美人汤 那我们的水是透明 有一点硫磺味的硫酸盐氯化物水 我们这里总共有一家饭店 然后六家的民宿 有各种的设施 各种不一样的方形 花莲县政府推出的花莲温泉专车 将在11月21号上路 几日起开放预约报名 今年县府再与花莲县观光协会 以及导游领队协会合作 提供瑞瑞玉里安通两条路线 并且特别推出二日游行程 这两日游的行程就是 我们有四个六日的行程 这六日刚好就是 我们安排两天一夜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我们主要是要提供给游客 比如说来到花莲 他想要到南区来 要来泡温泉 那我们提供一个很舒服 而且很方便的游程 花莲两大温泉区各有特色 瑞瑟温泉全值为碳酸盐泉 富含铁背等矿物质 有黄金之汤的美名 也被称为深南之泉英雄汤 安通温泉泉水几乎透明 并且是弱碱性的硫酸盐泉 浸泡之后皮肤角质层滑润 因此又称美人汤 记者高双双玉里站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